我被逼的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找到浩哥来了栏目主进行求助 当时吧 我觉得孩子就是说不怎么太接近我 而且穿着长袖的衣服 我也没有发现 等到第二天吧 孩子洗脸 我看到这个胳膊啊 他就是往上这一露 我这阴影一看到他这个 去黑一片 后来我上去我就把这衣服给掀起来了 我这一看这么大一片的纹绳 当时我就有点天塌下来的感觉 头昏目眩的 我紧急着把他那个胳膊也露起来 一看这个胳膊也是 当时给我气的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一看吧 这孩子这个纹绳 这以后这前途什么的都会毁掉了 孩子今年8月份才那个满14周税 在学校成绩学习一向是特别好的 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他是考了全线偷师命一礼 之后他爸爸就带他转学到丹东去了 孩子就去纹绳去了 他就觉得看别人有纹绳的 他就找这么个纹绳店去给纹上绳 这是我问孩子 孩子这样跟我说的 后来我就想那咱们得解决事情啊 是吧 把这纹绳给洗掉 就是说最终决定在上海洗 后来我就在这个上海熊青夫 他们家进行清洗 他跟我说考虑到我的经济条件吧 他就是说给我打折了 两个胳膊洗完事是两万不到三万块钱 当时是签合同给我洗的 给孩子洗完纹绳之后吧 我就带着孩子立刻从上海到这个 大栋这个纹绳店去找他们去了 等了没多久他们就来了 我就带着孩子进去了 那这东西没有办法 那你去再做 那怎么意思呢 我能放心让你给孩子洗呀 可能吧 我那是在医院洗的 我能放你这儿来洗呀 那我这个啊 那我也没有 就别人就说我花两千万元 我给你家孩子洗掉 我能相信他吗 我们这正会合同都在那 这是什么要求就是 你要我就是能按照三倍赔偿 给你赔偿 几倍赔偿 三倍赔偿给你赔偿 要不我就给你 我给你修理完你 三倍赔偿是什么意思 三倍赔偿指的是 就是你你花多钱 我给你三倍赔偿 就来就 老板说给我出了一个方案 说我免费给你家孩子洗纹身 当时我都跟孩子 我都跟他说明这情况了 说我家的孩子啊 这纹身我在上海洗 钱都一次性交庆了 后来老板说这第二个方案 说我给你一赔三 我要你这九百块钱干嘛呀 能花回来我女儿的好皮肤吗 我女儿 我女儿 我女儿今年还未满十四周睡 虚拟成绩那么好 曾经是一个活泼开脑的孩子 现在一下变成性格顾屁了 也不愿意去上学了 这个九百块钱 能满回来我女儿的自尊性吗 这个纹身室啊 纹身这个美容室 在给你纹身的时候 做这个花壁的时候 有没有问过你的年龄 没有 他没问我 他之前就给你纹身了吗 对 他让我选个图 然后他给我问 这么大的面积 这就没有满十四周睡的孩子 今年八月份才满十四周睡 这孩子以后这个前途 还有这个汇补器 这都是特别造罪的 孩子以后的前途全都毁在这个纹身上了 我怀疑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营业执照 当时去的时候吧 我要求他把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 还有健康上都出使过来 我看一下 他老板 没有没有 而且墙上也没有标注 未成年不给纹身 根本都没有 你现在纹身之后 你现在也不想去上学了 对于纹身这件事和这个画面 后悔吗 后悔 你好 喂 您好 请问您这是一目纹身吗 对 是 您好 我是聊神晚报的记者 你们现在知道了他不是未成年之后呢 你们对这件事 我觉得你们是什么看法 或者是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是他真的是未成年的话 因为我没有见到过 你们都说他是未成年 那肯定就是了 这边我肯定会给他道歉 而且我已经给他道歉了 你给他道歉 这第一个 尽管他家长说没有道歉 但是你是给他道歉 你给他道过歉了 我已经跟他说过对不起了 这个事确实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我不 我不能说这是完全都是我的责任 在你所有说明了 打开 又可以说明了 哎呀 打开